好,再來我們進到18張Edgex的部分 那Edgex其實在大概十年前吧 那時候的概念是剛提出來 因為以前的頁面呢,必須要重新刷新 才能拿到新的data,才能拿到新的資料 因為它的request是跟html一起的 它是一次重新再拿,跟server重新拿的 那Edgex為什麼很重要呢 因為Edgex當你不用refresh頁面就可以拿到資料的時候 Facebook有人聊天室敲你,你要重新重整才能拿到資料 這太荒謬了吧,對不對 你就沒有辦法,就是你雲端服務就沒辦法直接收到即時通啊 因為你不可能隨時隨地都一直在重新重整,對不對 好,所以就是有一個技術叫做Edgex 它可以就是直接去拿到資料 然後我們來看我們怎麼來實作它 然後它是一個xmlhttprequest的這個物件 然後可以去拿到 然後再來,因為這個東西可能看起來有點複雜 而且不好用 所以後來有人就把它包成一個fetch的方法來做 好,那我們接著看下去 好,18之一,不刷新頁面更新內容 那,adgex的簡稱是什麼 那就是,的意思是什麼 它是什麼的簡稱 它是Asynchronous Javascript and XML 所以叫ajax A在哪 aj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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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同步js and xml 所以它的傳輸不是用json 它是用xml ok 因為以前的資料都是用xml來做儲存的 呃,來做傳輸的 好,它不需要重新讀取整個網頁 可以讓程式更快的回應使用者的操作 嗯,拿起來不要擋住 好,然後我們看一下link 好,這邊有更多的介紹 這是mozilla,就是firefox的 開源公司的一些資料 的文件 那如果你們要看到更 就是detail的一些information 可以進來這邊看 然後這邊呢,還有fetch的API 那我們等一下會提到 ok 那我們 18-1到這裡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文檔 吧